两岸关系持续角力 总统蔡英文11日针对两岸问题召开国安会议 点出中国大陆加速统一台湾的四大战略 并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七大纲领 包括宗教寺庙 它统统做面面祭道 就从台湾内部给你分化 给你渗透 从台湾外部用利益全面覆盖 反制对岸一国两制 但这时间点似乎有点巧 3月16日就是令委补选 3月底高雄市长韩国瑜 更即将赴路展开城市交流 蔡总统大动作召集国安会议 也被质疑是打算先划下红线打恐吓牌 完全不是 而是要大家注意 我们真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围堵中国不放弃武力队伍台湾 而且已经启动台湾方案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倍的小心 不会言 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两岸交流 有违词 苏贞昌认为高雄设立资金区 是提供大陆管道 让大陆制造的产品能够过水 从MIC变成MIT 更点出现在大陆对高雄市出的利多都别有目的 有的速度特别快 有的指定特别地方 有的指定特别人 都可以看出 一件一件你觉得好像很好 但是总体看起来 你就觉得居心叵测 提醒全国人民台湾的自由民主得来不易 但真正的和平不是喊喊话 一昧激出反中情绪 恐怕会令两岸局势更加紧绷 华语新闻林季祥 黄运晨 台北报道